今期不过 这些六岁团队也出现社会观看减少情情 中华馆 农人协会理事党是特别向这政管党王金珠来联络 这王金珠 了解后 妈妈上联络这世心的业劲 参加来关注北美 和中华馆的农人协会 中华馆 王金珠 实际上很多北美来到中华馆 两人协会 这些北美 当然要送给协会人员 经期王金珠也表示说 最近这个农人协会理事党跟他联络 原来说是社会不坚弃 就是团体观看减少 王金珠 了解了后 妈妈上联络生心业劲 大家关注北美 和这中华馆的农人协会 在我们中华馆 农人福利协会 他们都是不说话 但是说起来都对社会来说 他们也是充满信心 和希望的一个协会 所以有各种活动都会参加 这次他们的理事党 张建志理事长有给他 简讯 希望在这个坚强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可以跟他们关注他们的协会 这个美 北美 让他们可以抖过这个寒冬 我觉得他做理事党这么勇心 所以我就跟林明森 和美町的代表 林明森代表 刚刚在说起这件事 因为他在和美都有在推动老人的午餐的活动 有两个美甲 非常地心 说这件事交给他们就好 张华馆 农人协会也表示 就在过年了 因为这个今年 经济没经济 所以社会观看出现了明显下降真空 真感谢王金主 压告 宣心真书 大家知道后就马上来乘出馆去 王立委之前也都一直在关心我们 这次他特别来 再帮我们 募集到这些白米 也非常感谢 他一直都在推动这种 照顾这些厅这样子 因为这个就是理事长 他应该做的这样子 张管长 王金主也表示说 张华馆是很爱心的 看到助成团体需要帮助 这些乡亲都是很愿意来到三天 应该希望这一次关北美行动 可以担当更多的企业人数来参加 让张华馆变作一个最爱心的管理 张华馆 参会报道